第七题关于避雷针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是库伦发明的 这是错的 那库伦呢是所谓的库伦定律 那避雷针在中国的古代就有雏形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避雷针 我们说是富兰克林发明的 所以选项A错误 选项B是一种装设在室内的避雷装 这是错的 老师说过避雷针应该叫做引雷针 是让雷打到上面呢 再把它通到地下 然后把它化解它的灾祸的 所以它是装在室外而不是室内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那么刚才提到了 我们的避雷针就是一个装在室外 它是一个尖锐的金属杆 然后呢这个有尖端放电的原理 我们就暂时不提 然后呢雷打到避雷针之后呢 就会倒到地下 然后呢把电呢释放掉 避免它造成了其他的危害 所以呢选项C说是一个尖 是一个顶端尖锐的金属杆是对的 而选项诸说 改善有一条岛线连接到建筑内的插座 让云层上的电荷被中和 它不是连接到插座 而是我们通到所谓的地下 那一些所谓的让它能够 跟对上所谓的接地 然后把电中和掉的 所以选项诸是错的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对于避雷针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通常是一根顶端尖锐的金属杆 对于一根顶端尖锐的金属杆